我叫安妮 我正名叫阮世英 越南人 我以前住在青蛙省 然后长大在河内 读书 我来台湾十年了 我住家于太保 我们家做哥仔细 传统的哥仔细 我是结婚过来的 我2005年来台湾表演 然后在我先生家的隔壁 然后那时候我公公去看我们表演 后来就看到我这么乖巧的 想要到他们家玩 然后跟大家认识一下 那时候爸爸妈妈都很热情 然后觉得他们做人好好 我也还蛮喜欢去他们家玩 那时候还没有见到我老公 因为他在去当兵 后来就他回来的 我爸带他去看我表演 然后一见钟情 就喜欢上我先生 就这样子谈恋爱 后来就加来台湾 我家来的时候就进入到这个哥仔细的世界了 慢慢学习这样子 其实刚开始画我画一个多小时 现在不用半个钟头就可以 我就看阿姨他们在那边画 然后慢慢学 刚开始是有人帮我画 我不会画 我以前演那个马戏团直画淡庄 我也没有特地去找老师学 就是在生活中 天天跟家庭工作 然后慢慢学习这样子 他来台湾 家来台湾 然后我本身的行业就是演歌来戏 然后他也是下机随机嘛 下口随口 就是也是把他的经验 然后运用在我们歌仔细 所以他也是蛮尽心尽力的 因为我们是三岁大家庭嘛 又行业就一样 出出进进都在一起的 大部分都在一起的 那我觉得大家能够快乐的是最重要 生态了 要快速带了 你女儿也是 他们现在 慢慢教她 对 有休息啊 礼拜六礼拜天都出来表演 都很辛苦 没有什么好 我们赚钱都很辛苦啊 刚开始我来表演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去 有想法要结婚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 很单纯的 然后人都很好 然后什么都很美好 后来结婚 刚开始结婚过来 觉得有点寂寞 孤单 因为这边朋友比较少 好像从零开始这样 还听不懂鼓励嘛 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就觉得什么都好 这样子 所以觉得都是粉红色 这是红色的 后来听得懂之后 有点心情不好 因为觉得 什么那么多人会 看越南人嫁过来的 感觉好像有差别 就没有很尊重这样子 以前会认为说越南那边的话 会比较落伍 然后他们那边的女孩 嫁来台湾的话 他们有一些行为会比较不正当 比较不好 像有人看我剧 跟我先生去表演 问我先生说 哎呀你长得不错 干嘛要学越南人 你是台湾找不到老婆吗 这样讲我听到 我就心催了 就很伤心 然后我觉得越南人是怎么了 是越南人不好吗 还是越南跟你们有什么 让你们有那种想法 我就一直在那边挣扎 然后难过 后来我问我先生 干嘛台湾人都想越南人不好 这样子我嫁来干嘛 我在越南价值不错啊 我也不是说那种 嫁不出去的女孩 干嘛要这样嫁过来 被人家这么想 自从安妮她嫁给我之后 然后我就慢慢去了解一下 越南他们当地的文化 他们的文化风情 然后他就是说为母则强 他们的女生就是 能力蛮厉害蛮强的 那就是说嫁给我之后 我又慢慢改观 然后对越南的一些观念 全部都不一样 很多常看见的就是说 他们嫁来台湾 就是一直要赚钱 然后要把钱送回去越南 可是在这一点的话 在安妮的身上 我是看不到的 后来那段时间过了 我就想 原来有的想不好 也有人想我们很好 就像很多朋友啊 他们都对我很好 然后鼓励 不用在意太多 他们想什么 重要是我们怎么做啦 我们过了快乐就好 然后做好我们这事就好 为什么 我要如何 为什么 为母母嘛 應該要偉大包容 然後用心照顧小孩跟丈夫這樣子 我覺得對我們家庭幸福是最重要的 小朋友先要讀書多好才更重要 他現在的對畫畫比較有興趣 我想如果長大的話 他有進步的空間就給他去學畫畫 他想當畫家啦 現在我們在學校的舞台 我們在學校劇中 學校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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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特派 學校劇中 學校劇中 學校劇中